你知道苏黎朵有多偏心吗? 他为什么不喜欢长子耶律贝呢? 其实在历史记载中,这苏黎朵也就是苏黎萍 和耶律阿宝基一共生了四个娃 三男一女,大儿子耶律贝 二儿子耶律摇光 以及小儿子耶律李吾 但在不良人动漫中,目前出场的只有耶律摇光 并且他还深得苏黎朵的喜爱 为此苏黎朵不惜杀害丈夫,夺取政权 只为扶持耶律摇光上位 他之所以会这么做 其实也是和汉族文化有关 原本大儿子耶律贝作为第一长子 可以说是深得阿宝基的重视 且他们父子之间还有着一个共同的爱好 那就是非常欣赏汉族的儒家文化 且阿宝基还非常的崇拜刘邦 因此他在位期间,也在墨北,也就是契丹 大力推崇中原文化 但他的这个做法却遭到了苏黎朵的反对 因为在苏黎朵看来 墨北的江山是在马背上打下来的 治国不能光靠谋略,还得靠彪悍的武力 而长子耶律贝却恰恰相反 他的学识虽然说非常的初衷 但却完全不上场骑马作战 少了一些草原的铁血和飙汉 可以说学习了汉族文化的耶律贝 在父亲眼中优秀的儿子 却是母亲眼中不合格的儿子 相反,赤子耶律摇光 由于从小一直在战场厮杀的缘故 所以他也深得苏黎朵的喜欢 在阿宝基去世后 苏黎朵也以儿子年少为由 把国家大权都抓到了手里 成为了墨北真正的掌控者 那么小伙伴们 你觉得耶律摇光和耶律自武 他们俩谁的死地更强呢 下方评论区说说你的答案吧